我们来看一下,那他已经由GD01的传递过来了,所以谁去接呢? 因为刚刚我们有一个就是Intent,Intent不是有一个SetClass SetClass呢,他是由他丢,由他去接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名称一定要对应到,你名称如果不对的话,一定会有问题 第二个,这个一定要注册 很多同学有Intent,但是没有注册,也会有出错,OK,那他丢过来了,而且顺便给我三个东西 Key的话是HW6,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就是去接嘛,接到之后的话做后续处理,所以接下来的话把它打开来 那我们刚刚已经有Uncreate的方法,并且把画面带出来 但是呢,我们后面一样要宣告,所以宣告几个呢? 画面上面有几个东西 有三个嘛,一、二、三 那要连结三个,所以宣告连结 那写法都一样,所以我们 直接来看一下宣告 这一串,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就 Copy 直接怎么样,就是宣告 这三个东西 那一样把它汇入进来,所以宣告 这个TestView,Intent 这个应该没问题了 再来做连结,连结的话在哪边呢? 这个地方 那我们连结,连结在这里 不过我先 取得 这一串,我先把它汇进来好了 这个Uncreate的头跟尾 然后直接就是在这边 当Uncreate的时候做什么呢? 就是我一样去 做 Gate 的 这个地方 取得 那取得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一样要去宣告一个Intent 然后利用什么呢? 利用列死点 GateIntent 特别重要 接的话,特别注意 你要 GateIntent 的一个方法,去把 我要的资料取得 另外一样去宣告一个Bundle 但你Bundle宣告在上面,宣告下面都OK了 宣告在这里,然后用什么Intent里面呢? 刚刚是Put Extrax 这个地方的话呢 用Gate 所以刚刚是 Put 这边用Gate 所以把 资料取得 取得之后的话呢,再解析 那解析的方法也差不多了 这边 多 三个变数 去接 我想 特别注意 Key Key 前面用 刚刚用Put 这个地方用Gate 这样就接到,接到之后的话,分别放在这三个变数 所以一样 会有Intent 有Bundle 会有三个变数 接过来了 接过来之后的话呢 那 我要去做什么事情呢? 我要去 把 这个 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把它放在这里 这个地方的话 我需要做出什么 这样的结果 BMI结果 后面呢 是计算的 这个 数字 串接起来的一个字串 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我的 建议词 所以这里的话 我就写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就是 BMI Result 这个BMI Result 这个Swing 这个方法呢 实际上就是 串着一个 这一个是串着一个 OK 那这个写法的话 我是在 我的 这一个 类别里面呢 建了两个 这个 成员方法 一个方法是 Gate BMI 一个是 Gate Advice 那这个部分